各位同工,大家好 我是香港真光中学的夏智雄老师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停课不停学和停课不停教 最近我们需要再次停课 因为我们都没有人知道何时再可以回课 现在我们又不是放暑假 又没得补课 又不可以游学团,又不可以去旅行 在家里都在做什么呢 我们的学生和老师都是面对相同问题 因为我们见不到面 没有了实体课室我们怎样进行教学呢 这里会有少少分享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或者一些想法 我们就肯定是需要停课不停教的 因为我们如果不制造一些教内容给学生学 他们可能在家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有需要安排一些内容给他们在家自学 但是最大分别就是学校空间真的不同了 因为家里就是一个自学的空间 课室就是大家面对面 很多师生的活动或者学生和学生之间的活动 但是家里就很难做这件事 我们看看传统科学室 以前我们就这样教书 譬如很多学生在这里 他们排排坐 老师就在那里讲书 以前我们会用power point 用投射机 将一些指示透过projector 导致我们学生 学生会有一些feedback给我们 比如可能 举手答问题做功课 这些是以前传统的教学法 但是有了e-learning之后 比如有很多开车都可能byod 学生手头上是有平板电脑 或者有ipad 总之有电脑 或者有手机 老师手头上都多了些工具 现在我们可不可以 利用这些电子学習的工具 在停课期间 将我们的学语教 放上网就可以了 其实最大分别就是这样 我们的学生在停课期间 和老师都是各顺东西的 对不对 我们是在不同的 香港不同的地方 一个香港 一个九郎 一个新界 那我们可以怎么 将这些资讯互相传递呢 除非我们透过科技 透过网络 透过学习平台 将我们的教学的指示 给学生看到 我们看完之后 可能有些功夫要教 老师可能要批改 所以最大分别就是 左边我们的传统教室 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就这样做 其实分别都很大 其实带来的一件事是什么 其实这个过程带来的就是 以前我们认为电子家学 E-learning是一个nice to have的东西 就是老师觉得做就最好 效能会提高一些 也可以extend到教学时间 可以接触到多些 在不同的层面 多些角度接触学生 但现在就不是nice to have must have 非做不可 因为我们没有了实体课室 所以就变成一个 我们可以叫做非做不可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不可以用虚拟课室去教书 我们中文有个叫做马死落地走 实体课室没有了 我们可不可以转用虚拟课室 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 我们看看传统教学 其实主要有三个角度 我们老师会有些讲书 学生会答问题 交功课 另外我们要跟进学生学习进度 这三个stamp是不可以少的 在传统教学里面 但现在我们搬来网上 应该怎么做呢 上网 比如老师的教学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影片 去达到同一个目标呢 就是video 其实都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 网上影片 比如YouTube Vimeo 或者教学电视 都是一些 有了很久的科技 现在我们可以借助那些方法 将我们的instruction 给我们的学生呢 好了 学生的答问题 做功课 可能要透过一些学习平台 一些我们叫做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学习平台 或者不用平台的 可能用email 是吧 用网上的google form 收集学生的功课 这样一样可以做到批改 还有跟进学生的学习进度 可能这个就借助LMS 学习平台 就看到他们有没有做功课 可能都要制作一些视像会议 为什麽呢 因为就 只是拍一些片给学生看 其实都很单向 有时你都真的想Live 见到学生 学生也想Live 见到老师的样子 如果你想做一些网上互动 可能就要透过一些网上视像会议的平台 或者一些软件 例如是Google Hangout Meet Zoom 或者是Microsoft Team 有很多工具的 五花八门 我这里讲的那些是比较效本 就是我自己的学校里面用的工具 比如我们 会透过iPad的Screen Recording 透过YouTube 将一些视频 给学生看 透过SchoolLive的平台 Google Form Gmail 最后就是 比如收学生功课 叫学生交功课 可以做一些批改 很多学校都会用Google Classroom 或者用你学习用的平台 比如E Class 就用一些平台收回他们的功课 来改 最后做一些互动 比如我们后就会用Zoom 就是一个很简单用的工具 很容易的 按几个键就可以做到网上教学 是一个很简单用的工具 这些工具是很效本的 可能同工就用回 这些学校用开的工具 其实都没所谓 但是这三个角度 我想各个学校都需要的 才做到一个比较完整的 网上教学的一个过程 第一 你要一些讲解 就是你要一些教育给学生 第二 他们有些功课要交给你改的 第三 你要有些面对面 跟进到学生学习的进度 这三个角度应该要有 只不过工具可以不同 这些工具可以不同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手头上有的资源 就是一些电子的工具 电子工具 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 时间都挺多 因为不用入实体课收到教书 就是上网教书 另外我们会有人 和我们老师都有学习能力 好 但是也有同工会说 这么多工具 我们学不学得到 我们有一项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用开 譬如学习平台的同工 譬如用开Skoology的同工 那就继续用 或者探究一下 这个平台多些功能 有老师真的没有用开LMS的 没有用Skoology 或者没有用Google Classroom 可能考虑就是 会不会都开始试一下用 学一下用 如果真的不行的 譬如Google Form Gmail 这些都可以的 都可以发放到功课 就是经过Gmail 也都收到功课 Google Form 可以交一些档案给你 去进行批改 一样是做得到的 只不过用平台的好处就是 譬如 我们后来用Skoology 就是 有什么好处 就是一版可以提清 哪个学生有做没有做 就是这里 sorry 这里不应该出我的名字 这里可以看到哪个学生是有 好 那为什么用Skoology 因为它真的可以一版 提清哪个学生有做 哪个学生呢 他没有做 会有很多 在这里 做了多少次呢 时间 日期 另外是分数 这个就是 它最大的好处 LMS有这个优势 另外就可以收工课 改工课 给评语 所以叫做on screen marking 这个我们叫做on screen marking 对 这些我们叫做on screen marking 就是在这个screen上 就改功课 改完的东西 做的annotation 比如这些 笔记 分数 评语 学生是即时看得到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譬如我们用Skoology 因为它都是Top5 例如在网上有些 AIRMS的比拼 大比拼 有一个排行榜 Skoology 都是Among 最Top5 当然还有其他 例如 Absorb Canvas Moodle Blackboard 这些都是 美国比较流行的 AIRMS 学习平台 好了 讲到教学影片 用别人的那些 还是自己拍的那些 其实各有各好的 我们打个比喻 如果你用别人的影片 因为网上都很容易找到 那些学影片 就好像你出街吃饭一样 就是出街吃饭 你喜欢找到什么就吃啥 有什么店可以提供食物给你 有不同款式 就好像吃狗大鬼都可以 出街吃 好处就是不用自己住 对不对 你有很多转责 自助餐 但是你拍的影片 如果自己拍片 情况就好像 吃住家法一样 你拍的影片 就一定適合你的学生看 因为就是Taylor make 给你的学生 就是你想你的学生 看到什么学习的内容 那我们先讲上网找影片 就是上网找一些影片 给你的学生看 比如所学科 比如我们找index 这样 index 我们是习惯打个 topic 名字 打index 一大堆的影片 可以给你用的 用得了 这些 就是ready 但是哪些是好呢 我们用什么方法 去评定它是好 还是不好的呢 其实都有些标准的 那我们最简单 看看收视 就是多人看的影片 当然有个原因 就是质素 也有一定的保证 所以看看它的view数 例如K 那M就更好 如果Million 就是几十万人 看过的影片 质素都不会太差 是不是 那时间是否合适 会太长 一般都是 不要长过十分钟 学生上网看片 attention span 都未必说很长的 另外那个language是否合适 譬如你学校是用英文的教学 那找回英文的影片 给你的学生看 如果是用广东话教的 那当然找回广东话的影片 给你的学生看 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那语文科中文十二篇章 那你上网搜索 中文篇章 都有一大堆影片 给你选择 还有playlist playlist是什么来的呢 playlist就是说里面 有很多条影片 都可能的 比如那个十二篇章 这个老师拍了十条片 免费给人用的 其实多多老师都拍了 或者补习社都拍了 这些片 在youtube 就是给人去share 来用的了 那如果你觉得 对你的学生看 你就给你的学生看 当然你自己有衡量过 就是合合式 就是和你平时的教学法 是不是接近 就是一定有些分别的 就是不要说相差太远 那这些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自己做 不用自己做 另外就譬如英文科 你打个topping的名字 search the topic addiction 这样 也有很多这些片 给你去选择 那你只要把那条链抄出来就可以 好 所以我们 就是我们看这些 网上影片的平台 youtube 其实它就好像一个 免费的教学影片餐厅 那样 那我们做老师的站 只不过就是帮我们的学生 找一些合适的菜式 给我们的学生吃 就是找一些菜式 给我们的学生吃 不自己煮就是这样 但是他找不到呢 找到没有一些合适的菜式 给我们的学生去吃的时候 那才自己煮 就是住家饭 就是等于 就是妈妈煮的饭 一定是对家人吃的 所以你拍的影片 一定適合你学生看的 因为根本就是你的教学 只不过是网上感界 我们拍影片 譬如我用iPad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叫 iOS screen recording 屏幕录影 我有另一条影片 教大家 做iOS screen recording 都是很简单的工具 任何在你的iPad上做的动作 包括你的解释 你写的字 都可以录下它的 例如我现在做 screen recording 在这个平反地道上面 在iPad上面 那你就用回这个功能 只要你学有iPad 全香港的大概八成是用iPad的 基本上这个都可以处理到大部分的问题 如果你说我想在网上做一些比较互动的教育法 有什么方法呢 其实都有的 我们想面对面见面 也很简单 偶尽见一施面 都有需要 建议学生的样子 或是问候他 这排的生活如何 有没有足够口罩 这些就是关心他的生活 都是做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我们可以做一些多人视像会议 譬如这个叫Zoom 这个是我和翻转教学协会的干涉 开会的时候就会用Zoom Meeting 好处就够简单易用 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学就会用 可以在网上面对面看到 虽然都是隔了一重 但好过见不到那些学生的面 Zoom Meeting很有趣的 它可以这样做的 譬如你作为老师可以开两部机 你可以开iPad 你可以用一支筆 用一支筆去写解释 因为它可以分享你的iPad画面 如果你用了Notebook 例如Macbook 它可以录影 录下会议的内容 因为有些学生可能 可能就没有空来座你的meeting 可能真的要出街排口罩 没有空来开你的meeting 可以录下它 遲些给它看回 你上课 即是网上教学 教了些什么 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开着两部机就挺好的 但你记住开两部机的时候 就瞄了其中一部机的声音 就不会产生一些echo 我就中四级对考试卷 就用这个方法 即是对卷都做得到 好 这里我们也说了一堆工具 其实对老师来说 都是一些改变的 我们以前都是留在cover zone里面 在自己的安输区里面 不需要学什么新的技能 但现在的环境不同了 所以我们要稍稍离开我们的cover zone 其实有所谓叫optimal anxiety zone 即是离开cover zone有少少忧虑 有少少忧虑 但有少少忧虑 其实是好事 太多就不行 太多人好像轻了机 就做不到 有少少忧虑 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效能 就是我们可以将自己的限制 push出少少 当然不要太多 就是看着自己的情况 太多也是不行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不觉得 改变一定是有坏处的 改变其实是有它的好处 好 我们继续做了一个网页 即是比辞教学校的老师 这个叫停科不停学的网页 老师版 如果你想参考一下 可以找回我们学校的网页 这里有条链 有个按钮 叫停科不停学 老师版 我最后在影片里 都会加回下面的description 都有条链 指回去这个网页 里面有些片 教大家 比如ROS的screen recording 另外都有我们会 就是翻转教学协会 其他干事 比如Betty Janny 她们都有拍片去介绍 介绍 怎样用一些电子教学的工具 去做网上教学 好了 我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 停科不停学 那就停科不停教 多谢